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1月21日宣布退出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 并表示将支持前总统特朗普 对此 特朗普回应称 他非常荣幸得到德桑蒂斯的支持 并期待与他合作击败拜登 美国广播公司援引德桑蒂斯的盟友的消息称 在爱荷华州初选后不久 就出现了如何优雅地退出竞选的私下讨论 根据一份最新民调数据 他在将于23日举行的 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初选中的支持率 预计仅为6% 德桑蒂斯退选后 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 成为共和党初选中仅剩的 有可能挑战特朗普的参选人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活动上 黑利提到特朗普此前在演讲中 将他与前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混门一谈 特朗普在演讲中称 国会山事件发生时 黑利是当时国会的安全负责人 并对他的表现予以攻击 对此 黑利质疑特朗普再次担任总统的能力 纽约时报称 共和党的保守派人士大多支持黑利 认为他是阻止特朗普在党内胜出的 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在取消 7.4万人工近50亿美元的学生贷款 最新一轮受益对象包括教师 护士 消防员和其他公共服务人员 拜登政府去年10月 为约12万5千名公共服务工作 和永久性残疾借款人 免除90亿美元债务 12月再为8万300名借款人 免除近50亿美元债务 政府去年7月还启动了一项 名为有价值的教育储蓄计划 将减少数百万借款人的每月还款额 缩短贷款期限 教育部本月宣布 该计划内金额低于1万2千美元的部分借款人 有可能免除贷款 全国有色人种协金会等超过60个组织 本周致函教育部长米盖尔卡多纳 敦促政府重新召开规则制定会议 以定义处境艰难的借款人 并将救济范围扩大延伸 近日中国开展了2024年重点整治网络行动 1月19日微信大量账号被封 一天内封号词条被搜索近3000万次 据网传截图 当天微信封号词条搜索量比前一天暴增 1647.92% 当天共搜索28747376次 这说明当天突然有海量账号被封 搜索的数据来源显示 59.22%的搜索量来自视频号 33.46%来自公众号 其中视频号来源日环比暴增 2818.20% 公众号来源日环比增加238.10% 被封号的微信用户纷纷向腾讯客服申诉 显示许多账号是被永久封杀 一些用户表示自己什么都没做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被封 有人申诉并保证不乱说话 被改成暂时封号 还有人虽然没被封号 但各种功能被限制使用 也有网民留言称 近日封号最严重的不是微信 而是抖音 还有人说 今日头条也在疯狂封号